哈喽朋友们 跟大家说一下我感染新冠的一些症状 很多朋友会问什么是有症状和无症状 跟我一起进方舱的人言 他们反应没有症状就是没有明显的反应 有的只是稍微喉咙不舒服 其他都没有 但河上检测出是阳性 我的是有症状的 第一天感觉喉咙有些不舒服 因为当时吃了泡面和薯片 当时觉得认为是上火 就没有特别在意 只是喝了水 第二天的话头就开始有点晕 晚上头就更加痛了 感觉身上很冷 发烧到38度 但河上检测出来还是阴性 到了第三天烧没有退 头更加痛 但是没有咳嗽 第三天河上出来就是避怯症阳性了 后面我就被带到方舱医院隔离 很多人问去方舱医院隔离 会不会打针吃药 方舱医院只是为有症状和无症状 阳性患者做隔离的 如果有发烧的话 它会发给你一盒清温胶囊 不需要打针的 重点就是多喝温水 具体喝多少水的话 我的保温杯是500毫升 我每天大概要喝六到七杯吧 然后吃完饭的话 最好运动一下 在方舱里面走几圈 保持充足的睡眠 提高免疫力 然后病毒的话就会消退的 如果是重症患者 它会把你拉到定点医院做治疗 这个莲花清温胶囊的话 如果不是病毒性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吃 因为这个药性含性太大了 我吃了一天的话 拉肚子 脾胃不好的人量还是要少一点 重点的话还是要多喝热水 今天隔离的是第五天 目前还有咳嗽有痰 前三天第四天晚上 觉得胸口还是有些闷 有轻微呼吸不是特别顺畅 然后的话今天好了很多 目前和珊还是阳性的 今天已经有170多人 转阴性出院了 我觉得治疑的时间已经很快了 如果不小心感染新冠的话 还是不用太紧张 现在病毒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平时注意防护 提高免疫力 很多病感染都是因为抵抗力下降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再做补充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保护好自己 然后希望疫情快点结束 那我主要的症状呢 最开始的时候是头疼 喉咙痛 发烧 有低烧有高烧 但是我发烧可能一天半也就退烧了 喉咙痛是最主要的 发虚汗打冷颤 在这些症状慢慢减退之后呢 我就开始有一些轻微的拉肚子 嗅觉和味觉呢都没有失去 但是呢可能有一点点怪怪的 比如说我的舌头会发麻 嗅觉上面呢 我记得我在吃沙拉酱的时候 吃沙拉拌酱的时候 那个酸味闻起来有点像酒精的味道 反正就是有点奇怪 也没有胸温气短 也没有很猛烈的口 所以我会有一些干咳 大概在喉咙痛和头痛这个情况减缓以后呢 我就开始有鼻塞 鼻塞开始变得很严重 也会引起头疼 因为感染Omicron 我真的觉得非常容易口渴 包括到现在我还可能是在感染期间 养成的一个习惯吧 就是喝很多很多很多的水 而且我需要喝很多很多很多的水 这个喉咙真的太疼了 不喝水 第四天呢 主要的壮壮一直都是咳嗽 就是喉咙里面很多痰都咳不出来 浑上没力气 一直头晕 脑子还是很迷糊 还有就是我的嗅觉 依然没有嗅觉味觉的话 我今天早上吃午饭 感觉那个胃不是很明显了 但是还是完全没有消失的 很多人说这个奥密克戎 和普通的感冒一样 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奥密克戎 它不是一下子发出来的 而是每天都有在变化 症状一天一天的浮现出来 我每天睡觉之前 都希望第二天能更好一点 结果是第二天更严重了 我今天实在是挺不住了 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都在大量的喝白开水 琵琶糕 润喉糖等这些 今天是感染新冠奥密克戎的第二天 感谢琴琶糕也对我的关心 我目前的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不用太担心 说一下我现在的症状 今天我的嗓子会比昨天更痒一点 但是并没有疼痛的感觉 干涩的感觉也已经消失了 但是会有想咳的冲动 不过还可以忍住 白天呢会觉得浑身酸染无力 但是现在这种症状已经消失了 我估计我的症状是比较轻微的 当然每个人感染之后 他这个症状程度不太一样 我的感受是如果打完疫苗之后 身体的反应比较强烈的 那么感染这个病毒之后 他的反应也会比较强烈 因为我当时打疫苗之后 我的反应就很弱 所以现在感染这个病毒之后 我的反应也是比较弱的 总体上感受还是比较 不明显 但是这个病毒 虽然说如果没有基础病 而且打疫苗的话 这个病毒的致死率比较低 但是如果可能的情况下 尽可能避免感染这个病毒 因为不同人 不同体制 可能对这个病毒的反应不一样 尤其是老人 尽可能是避免感染这个病毒 大家也尽可能做好防护 但是如果真的不信感染上的话 也不用太担心 把免疫力提高上去 才是一定道理 靠自身的免疫力 把这个病毒给消灭掉 我现在在这边就是居家隔离 不需要去医院 也不需要买什么药 因为也没有针对这个病毒的特效药 目前 就是在家里面居家隔离 适当的运动 然后吃一些综合维生素 然后补充一点蛋白质 我是小杨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今天已经确诊是第四天了 就是这四天有哪些症状 已经确诊第四天了 然后感觉脸色有点不好 又黄又黑 除了这个以外 好像也没有 其他的症状都在慢慢减退 然后 就是还有一点鼻塞 咳嗽 有鼻涕 目前的话也不发烧了 前几天 第一天的时候是烧得特别严重 然后 整个那个全身的肌肉 酸痛 坐也不能坐 躺也不能躺 然后那个腿呀 就不知道往哪伸 到第二天的时候 身上的 那个肌肉酸痛 就减轻了一半 但是 又开始低烧 高烧的症状是退了 但是又有一点低烧 一直都是37度多 那个时候 家里面也没有别的药 然后我就吃到快克 还挺管用的 退烧退的也挺快的 一直到昨天 我的体温一直是36度多 就没有再发烧的症状了 然后在整个确诊的过程当中 我的胃口也有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刚开始确诊的时候 那个胃口确实是不好的 因为吃东西的话就感觉嘴巴里面特别苦 每次吃饭的时候感觉就是硬塞进去 因为吃了几口没有吃之前就感觉特别饿 吃了几口以后就感觉吞不下去 就感觉吃的饭就好像在吃 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形容啊 就是感觉特别难以下咽 今天的食欲就比昨天要好得多 然后嘴巴里面也不苦了 然后喝的下去水了 之前的话就是水也喝不下去 因为嘴里面没味道 感觉水没味道也喝不下去 今天的话已经好多了 反正都是在好的方向发展吧 我老公的状态就比我好得多 可能是他抵抗力的原因吧 抵抗力比我好一点 就kt armed钟 优优独播剧场ur